人呢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现在就只剩一双鞋了 她来了 是挺漂亮的 走 先先看 别近这 这儿肯定特别贵 哎呀 贵怎么了 先看看再说 不行 不买 赶紧走吧 试试嘛 这个牌子的鞋是我最喜欢的 别试了 试试嘛 这种地方肯定很贵 快送 我都说我送你了 干嘛还憋憋憋憋的 快快快 试试试 试试 服务员 麻烦您 您好 欢迎光临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那个 帮我拿一下桌窗里面 那双闪闪亮亮的高跟鞋 那双鞋 刚才让一位先生买走了 不是 一个大男人他买什么高跟鞋呀 我这 正好省钱了呀 赶紧走吧 不是 我就没见过 买高跟鞋 那一个男人给抢了 我不管你了 高跟鞋自己解决吧 随便找一双穿不就行了吗 随便找一双 宋宋 你懂不懂我的心思啊 你懂不懂 阎朗 手机呢 嗯 这是什么 阎朗 送我的礼物吧 行小子 懂事了 嗯 什么呀 小散 严老 严老 这谁买的 我回来的时候还在门口放着呀 严送 希望你会喜欢 没有留入款 奇怪 会是谁呀 只有一个可能 什么可能 林乔送的呀 只有他才能送这么贵重的东西 而且他知道 你今天晚上肯定没鞋穿 行了行了 别说了 赶紧回家换衣服来不及了 行行 我马上回去换 记得你也换上啊 大家这双鞋才是绝配 走了严老啊 还有一件事 别忘了林乔的礼物 你干嘛呀 小女孩开始学坏了 小男人啊 别胡说 给我 就是给林乔做的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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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我替你扔了 别扔了 我看好 过来 不过去 我都可以带来 我给你带来 我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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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来 结婚了 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你想的太多了吧 结婚生子 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咱们林家 也需要一个下一代的接班人呢 我是答应你马上结婚 可是我没有答应你马上生孩子 我不会按照你的指示生活的 走了 来 你 我说石小杰 你能不能开得快一点 像个男人一样 我要平安把你们送到 人家都快紧张死了 当然要平安了 今天送到这么漂亮 路上不能有闪失 要有什么闪失 耽误了人家的约会 误了人家终身大事 你单感的起步 月月 你再说石小杰了 你看看人家宋总 就你 赌别耽误我 我有吗 你 没有 我就是 我跟宋总 你今儿真的很漂亮 你真好看 好久见 来好久见 来坐坐坐 看看 好久见 好久见 来坐坐坐 来 孳悲 来 来了 好久见 聊 也很久 我来呢 越远 宋总 怎么样 送送今天 惊人吧 蘇蘇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謝謝 我有禮物送給你 好 謝謝 來 給我 送送也有禮物送給你 對 謝謝 那為了表示感謝你做主人的 是不是該請送送喝杯酒啊 蘇大小姐不會介意吧 去吧 去吧 蘇琪 你這披草真好看 哪買的 我這是別人送的 你的也很漂亮 我這是假的 我這 你稍等一下 我有同學的 來 月月 還記得我嗎 張望 這披草真好啊 喝一個可以喝一個 好久不見 以前還漂亮了啊 一直都這麼漂亮好嗎 剛才演的是哪一出啊 什麼哪一出 什麼哪一出 世卑呢 你這是赤裸裸的是非呀 看出來了 真的看不出來了 還像以前那麼照顧送送的 那是 不准別人欺負我們倆送送 這是我特意給你準備的 行李 有很多人 是為了 那還要整個 沒什麼 你會哪一杯 你不是為了 那是 你會喝什麼 人家花钱月下的 你就不要去打扰了 我去找我的未婚夫 未婚夫怎么了 你们又没结婚 大家都还是有机会的 玉玉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是吗 而且今天张旺一直在偷看你 有吗 张旺 什么情况 你叫我啊 明乔 你想错了 我不会弄错的 你跟我说实话好吗 松松 明乔 约来了一些同学 你赶紧去招待一下吧 松松 你等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过来 松松 今天穿得真漂亮 都是月月安卖的 我猜也是 我猜也是 好 来 你今天晚上会跟林乔说清楚 也划清界限吗 会的 真的吗 一定会 那我相信你了 你只要让林乔死心 那个宠物店就是你的 苏琪 宠物店我不会要的 林乔我也不会要 我也不想搅在你们中间 以前 发生了很多不该发生的事 现在我的生活很平静 我也不希望被打扰 所以 你不用担心我 宋索 谢谢你 不用谢我 那 那你准备怎么做 跟他说清楚啊 但是 按照林乔的这脾气 这些还不够 我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你先跟老同学聊着啊 我一会儿过来 好 这会儿女人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 真的 我跟你说 你可别犯傻啊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你小心中了她的圈套 林乔 好 喜欢我们家宋索了 我很失趣的 宋索 我闪一边去了啊 你们好好聊 你说吧 延朗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 不是 宋索你别骗我了 我已经算过时间了 延朗肯定是我的儿子 不是 宋索 林乔 你别太自己迷失了 延朗不是你儿子 现在除了你 没有别的男人呢 延朗是我跟别人的孩子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宋索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 我就是告诉你 我当初就是跟你甭躺住戏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别人 所有人都喜欢你 宋索你喝多了 宋索你疯了 宋索你疯了 宋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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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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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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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明明 感谢观看 不能有 感谢观看 我恨我爸爸才是最棒的 来 颜总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孩子是无辜的 如果颜老是我的儿子 那他就必须要回到我的身边 凭什么 凭我比你更有条件照顾他 他不是你儿子 你没有权利照顾他 另外 你已经快结婚了 请你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好好跟苏琪在一起 这些都是刚到货的限量版 我们店就各有一只 你觉得婚礼项有哪个颜色比较 如果是婚礼项的话 我觉得这条比较合适 稍等一下 喂 喂 林乔 我刚才看了两天 一条领带 一条黑色的 一条红色的 你喜欢哪条 随便 你决定吗 你怎么了 我还有事 先挂 人家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 还不告诉我 是不是已经开始地下工作了 你们两个要是复合的话 我是不会大惊小怪的 别骂我了 哪来的复合不复合的呀 他没想跟我在一起 我也不想跟他在一起 根本就没可能的事 你们两个好纠结呀 可以去演电视剧了 行了 不管这个 颜朗到底是不是 你能不能不要每个人 都问我这个问题 都想知道真相啊 我现在去接颜朗 你跟不跟我去啊 去去去去 我妈妈也经常带我去吃这个 她说这个特别好吃 你妈妈 有没有跟你提起过 你爸爸的事啊 没有 那你不好奇啊 你不想要爸爸 我好奇 不想要 什么叔叔 你以为老问我家人事 是喜欢你妈妈吗 是啊 是喜欢你妈妈 怎么了 要得到你的批准 那当然了 不过 你要加油啊 听说 你有林乔 之前和我妈是一对 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分开的 不过 你别害怕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有意气 我送你个东西 喜欢吗 喜欢 我给你戴上了 太好了 我有两个项链了 一个是妈妈送的 一个是奇莫叔叔送的 你妈妈那根也很好看 不过这个呢 是我送给你的 你戴上了这个之后啊 就证明我们是一伙的 不管你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好好保护你的 哇 这么好 那怎么拉钩 小朋友才拉钩 我们大人不拉钩的 那大人该怎么样 圈头给我 大人呢 是这样的 哦 我明白了 慢点走 你走那么快干嘛都到了 快点 我来不及了 刘老师 严老呢 严老 严老今天表现得可好了 难得见他这么积极地 参加学校的活动 是吗 果然还是爸爸 对儿子的影响比较大呀 他已经被他爸爸接走了 爸爸 这刚从国外回来的人 就是不一样 你可真是有福气啊 你是说 那个人是从国外回来的 这父子俩长得真像 什么国外回来的 谁啊 林强 你们家严老啊 今天可是得了很多大红花呀 你老公还说 请他去吃大餐呢 可怕其他小朋友 都羡慕坏了 林强 好 来 你来 你看啊 我今天专门为你买了好多东西 这条好看吗 还有 还有 还有这条 这都是我特地为你选的 我觉得啊 你带哪一条都好看 所以啊 我都买回来带给你 林强啊 怎么看上去很累的样子 来 我很累 那你休息休息 我去买点吃的 好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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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opical 他办公室要挤了 你等等我 小姐 小姐 林医生 我拦不住他 没事 你先下去吧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有给我打电话吗 我跟他调静音了 没听见 你没有权利把延朗带走 你把他还给我 你在说什么 你带延朗去参加的亲子日 然后把他带走了 你把他带哪儿去了 我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 老师都说了 他爸爸把他带走了 你承认我是延朗的爸爸了是吗 你把延朗还给我 不然我只能报警了 不是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林医强 你凭什么带走延朗 赶紧把延朗给我叫出来 要不然不管你帅不帅 我要你好看 月月 这是医院 行了 你先下去吧 我真的没有 松总 他不然没有 你到底帮谁啊 林匠 赶紧把延朗交出来 苏总 我真的没有借走延朗 我如果借走延朗的话 我一定会告诉你 除了你不会有别人 对不起 苏总 干嘛 你先别着急 我也没弄明白 你为什么非说 是林匠把延朗带走的呢 因为他认为延朗是他儿子 是他儿子 我真的没有借走你的延朗 我一下午全都在医院 不信的话就可以问我部长了 不是你啊 那会是谁啊 你颜朗会不会有事啊 你颜朗 苏总 你好好想想 有谁会冒充延朗的父亲 除了你 也不会有别人 苏总 林匠 林匠人多 你会帮我的什么 好 苏总 你告诉我 延朗是不是我的儿子 不是 他不是你儿子 总总 我知道你现在不肯承认 但是在我心里 延朗已经是我的儿子了 不过我们现在 先把这个问题抛到一边 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找到延朗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经历的 我这小子玩儿失踪 都快急死人了 回家看看 要是没有的话就报警吧 我说要不然你还是想想 到底谁有可能带走延朗 你说林匠不是她爸 那是不是她亲爸爸回来了 有没有可能 金莫叔叔 丑妈妈现在没回来 我带你去看我的秘密基地吧 好 妈 延朗 延朗 臭小子 你跑哪儿去了 小祖子 你跑哪儿去了 来得急死你妈了 我不要参加金莫叔叔了呀 谁带你去的 说是你爸 是金莫叔叔 你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 你赶紧走啊 我男朋友马上就来了 他会空手到十八段 你 你死定了 妈 你不要跟金莫叔叔这么凶 是 你没时间陪我 然后别的小朋友 都有爸爸妈妈 陪他们去参加金莫叔叔 而我就没有 然后我谈课了 那齐茫叔叔把我送到学校的 现在全班人都知道 我有一个帅气能干的爸爸了 延朗 你有妈妈就够了 妈妈会永远陪着你的 可是 我还想要一个爸爸 走了 我们先回家 走 回去吧 走 怎么又是你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 颜颜颂不是你要找的人吗 林医生 颜颜是我太太 颜朗是我的儿子 我来找他们 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 是这样的吗 不是 听到了吗 颜颂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你不能否认 颜朗是我儿子这个事实啊 你开什么玩笑 我才是颜朗的爸爸 颜朗 喜欢哪一个蛋的爸爸 我告诉你们 你们俩谁都不是颜朗的爸爸 走了 回家 当然 肯定是你 颜朗 你在干嘛呢 没干嘛 赶快做努力 做完了吃饭 兄弟 我说你小子大碗也把我拉过来干嘛呀 喝西北风啊 这么有情调 我找你来 肯定是有事跟你商量 我就知道你小子一回来啊 我准备消停 说吧 什么事 我想要回我的儿子 你儿子 你什么时候有个儿子了你 就是严颂的孩子 严朗 你等等 你等等 严颂的孩子 严朗 是你儿子 你没病吧 大哥 一定不会错的 严朗就是我的儿子 而且让孩子现在跟着我 总比别人严肃好 那你考虑过严肃的感受吗 你真不用回店里看看呀 你每天在我这儿待着 请不打扰 我和严朗在聊天 聊什么 这小子跟我干什么 给我看看 你干嘛 素素 有点过啊 怎么了 知不知道有种法律叫隐私权啊 你也知道那是我儿子 你儿子怎么了 那我也有义务 保护未成年儿童 我是她的监务人 赶快告诉我 好吧好吧 我们两个在猜谜 猜什么 猜你会和谁在一起啊 是秦莫呢 还是林乔呢 你说这孩子像不像 非说你会和那个秦莫在一起 她也太不懂你这个当娘的心了 你说你现在和林乔吧 没来眼去狼情歉意的 明显着就是要死灰复燃 双死双飞嘛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玩游戏吧 妈 我饿了啊 有什么吃的吗 我去喂狗了 站好 反白从光抗拒从严 说说 做什么错事啊 你没做什么错事啊 没做错事 你小小年纪就管大人的事是不是 跟周月月同学去换了是不是 没有啊 没有 周月你在哪儿 请问我 回来 严肃 张茂 看来你现在是大律师了 还行吧 你怎么还一直在重点工作啊 你可是咱当年中文系的大才女啊 我一边独研 一边养活自己 还得养我儿子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不过你也知道的 我一直喜欢小动物 跟他们打交道 也不用费什么心思 不过我听说 苏西把宠店买下来 交给你了 他可能只是一时兴起吧 其实宠物店的主人是谁 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严肃 我就不绕班子了 我今天来呢 是守临朝的委托 是关于严朗的 你别担心 我今天来啊 不是以他律师身份来的 严肃 好歹我们也是朋友吧 所以我先来找你谈谈 林乔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先告诉我 严老是不是林乔的儿子 不是 那他父亲是谁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严肃你看啊 你我林乔 咱们仨都是好朋友 没有必要费得走到法律的程序 你说是不是 那他想怎么样啊 林乔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蛮横 霸道 有时候还特别地不讲理 但是严肃 他这个人没有换心眼 你得承认吧 再说了 他如果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他也没必要来找你 谈严老的事啊 他 负责任 我不想谈论你们 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现在只想尽快 帮你们解决好这件事 怎么解决 让严老和林乔去做一次 清理界定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计划彻底失败了 我说你啊 小嬷嬷 我这着急得跟热锅上的 蚂蚁一样的 你怎么你哪儿不着急啊 干着急也是没用的 你知道吗 这个计划本来是天一无分 结果你功败垂成 现在棘手了吧 这个女儿是铁心地给你杠上了 你又失忆又没有工作 根本没有办法证明是人家的老公 而且是女的线还有人追 哼 我看你就完蛋了 我还是觉得什么都比不上 真诚地道歉 还有用心地对他们好 小嬷嬷你知道吗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什么都讲究证据 证据 什么证据啊 干嘛 我要去证明我是她的丈夫 去证明我是孩子的父亲 我哪儿有证据啊 诶 等一下 你刚说什么 我哪儿有证据 不对不对 还有一句 证据 证明我是孩子的父亲 谁是小姐 我真太聪明了 你现在马上想办法 去跟那孩子做个亲子鉴定 只要能证明这孩子是你的儿子 那不就证明你是这女人的老公了吗 诶 张旺 你怎么在这儿 我找严重谈点事 我先走了啊 诶 等等 正好我也找你有事情 我公司真有提示呢 怎么 这张大律师以后我见面也要提前预约吗 走 走 跟我走 怎么了 张万那小子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林乔要跟我争严朗的抚养权 抚养 严朗又不是林乔的孩子 咱不怕他 他建议我带严朗去跟林乔做一次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啊 好高科技啊 那去做啊 可是严朗怎么办啊 万一 对他心里造成什么阴影怎么办 你不要把小孩子想得这么脆弱 严朗那小子皮糙肉厚 密心没肺的 我想不会有事的 没准他还觉得好玩呢 到时候记得带上我啊 让我也见识见识科学 二小姐 怎么了 这车真漂亮的啊 没错 像我们这种人啊 再怎么赚钱 也不再买这样的车 是吧 张大律师 你就少在我面前哭情了 我又不给你借钱 再说我也知道 你挣的并不少 我们做的就是小钱 说吧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 续续救 不是苏琪 我公司真有提事了 那边还有个大案子 等我去处理 咱去就改天行吗 你肯赶时间吗 当然赶时间了 不信给你看行政表 那好 我们现在正在往北京看 北京啊 不是 我说苏琪 你去北京你拉着我干嘛呀 我真有事呢 这里一向告诉我还有十分钟 如果你接下来说的话 都是实话的话 那要掉头我们还来得及 如果要不是的话 你懂得 我说苏打小姐啊 那你问吧 问吧 我保证如恶相告 行吗 你应该知道我想为什么 不知道 好 那我就直接了当一点 我说 言颜颂的儿子是不是林乔的 言颂有儿子了 还是林乔的 不会吧 我说苏琪啊 你看啊 我觉得咱们还是别的普通桌影吧 你和林乔马上都结婚了 现在出这样的谣言 肯定是有目的的 就是吧 别啊 苏琪 咱们这样是不对的 你知道吗 我们讲又是这么多的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还加速啊 先先先先 我说 我保证什么都说 行吗 好啊 说吧 你知道多少 基本都知道 那你还在问我啊 我就想知道 你怎么帮林乔姐解决这件事 我怎么这么命滑我 松松 月月 苏琪 我来看看你们 黄首郎怼机吧 我知道 月月对我成见很深 之前 我也做了很多错的事情 所以 我想来尽量地补偿你们 松松 那天晚上的事情 谢谢你啊 店里每天的账目 我都会整理 我拿给你看看吧 不用了 松松 你也是这个店的老板 我只是出点钱而已 具体的事情 我也不懂 我都相信你 别 你还是看看吧 别到时候我们说不清楚 是啊 你还是看看吧 怎么说我只是个打工的 我今天来找你 有点其他的事情 我能不能单独和你谈他 干吗 要松松一个人你好欺负他 想他吗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月月再也没关系的 松松 这次我来 我来是想跟你聊一下严朗的事情吧 什么事 我知道张旺来照顾你了 所以 我也着急赶来了 你不用担心 严朗不是林乔的孩子 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吗 那我相信你 那你还会带严朗和林乔一起去做亲子鉴定吗 这可是松松自己的事 你可管不着 你能不带严朗去做亲子鉴定吗 为什么 林乔说要跟我结婚了 严朗的事情也改变不了什么 所以我现在都是站在你跟严朗的角度来考虑的 不是吧 苏琪 你肯定是怕证明了严朗就是林乔的孩子 会影响到你和林乔之间的关系 你当然不愿意我们去做了 松松 不能听他的 咱就做一个 谢谢他 月月 严朗本来也不是林乔的孩子 这个监听做不做 结果都是一样的 亲一亲他 月月 我是担心 如果带严朗去做了亲子鉴定 严朗不是林乔的孩子 那你让严朗怎么看严宋呢 我倒没事吧 我只是担心严朗 宋总 如果严朗不是林乔的孩子 那林乔这里 就交给我来解决吧 我去 God 他就是人ho肯定了 你手贴到你了吗 去神救他 你怎么知道 你都不是赞心严朗的孩子 自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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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 我会站在你这边的 好 我挂了 你路上开车小心点 来 喂 齐梦叔叔 好 我马上就下去了 走 什么 叔叔 说过我会很快下楼的 那走吧 来 你真的要去我们家做饭吗 是啊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做饭到底行不行啊 行不行试过你就知道了 晚上我们去吃麻辣烫吧 你家门口新开那家怎么样 行啊 我问问颜朗想不想吃 怎么 最近发生的事你想补偿他 好 来 来 主要是我们俩做饭太难吃了 给他换换口味吧 行 那我能不能借颜朗的官 行啊 你请客 秦莫叔叔 你快来 你看这边还有好多好吃的 秦莫叔叔啊 你先买这个 你看看可以吗 你想买这个 可以 不过你看看 车里面已经满了 要不 你牺牲其中一样 你愿意吗 那好吧 拿红楼我打 这样行吗 很好 走 好 好久没给颜朗买玩具了 他一直炒得要变形金刚的 对吗 你最近还有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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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个便宜的总行吗 行 我来买单 不用 不用 我来 走 陪我吃饭呢 年朗 我们刚刚一直选的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 我们好像还没有给妈妈还有月月阿姨选她们喜欢吃的呢 你说呢 对了 我忘了 那怎么现在去给妈妈和月月阿姨 想要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吧 行 那你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 让我想想 妈妈喜欢吃 妈妈喜欢吃西壶醋鱼 妈妈喜欢吃西壶醋鱼 她最喜欢吃这道菜了 我们每次去饭店 只要有这道菜 她都会点的 来 这次有没有好一点 不错 不过 不过什么 西壶醋也感觉到是酸酸甜甜的味道 你的醋味该过了甜味 是不是最佳吃醋啊 我吃醋 我吃谁的醋啊 来 来 这也好吃 那也好吃 月月 怎么样 这两个长得差不多呀 是 喂 好 我知道了 怎么了 苏琪的电话 苏琪 又出什么妙个子了 她说 林乔想去我家 想要去找岩朗 好 我们赶紧回去吧 那这玩具还买不买 买大的 兄弟 对啊 如果你想证明儿子是你的 必须取得关键证据 什么证据啊 亲子奠定 没这个我真帮不了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拿到证据的 我觉得苏琪不是为了真的想帮你 明显就是为了防着你嘛 他有什么可防着我呢 是巧合吧 松松 你不懂 你没把苏琪当敌人 但他肯定把你当敌人了 任何挡在他和林乔之间的绊脚石 他都会一脚给踢开的 可是林乔不喜欢我啊 那你喜欢林乔吗 松松 您我都知道的 知道什么呀 你喜欢林乔 当年你就已经无可救药地喜欢他 现在林乔又出现在你面前 我觉得你 你觉得我会怎么样 松松 你太善良了 所以你不会觉得苏琪是什么问题 但是我懂你 你还会和以前一样 无可救药地一头塞进去 这次不会了 我很冷静 您只要结婚了 我现在只会祝福他 但愿吧 松松 但愿吧 好啦 不说这个了 我们还是想想 以后吃什么好吃的 好 松松 松松 月月 松松 我有事跟你说 苏琪指不定变什么话呀 我觉得他说得也没错 松松松 您可相信苏琪的话 您也不相信我的话 不是 是 您万万 好香啊 怎么这么香啊 天哪 这怎么回事啊 妈 你看这么多好吃的 一看就比你和周月月同学做的好吃 嗯 比我做的好吃 年老 这谁做的 妈 周月月同学她偷吃 我问你话呢 这谁做的怎么回事 是啊 渣请 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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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挡了 老子挡了 老子挡了 洋洋 你给我让开 你护着她干什么 再来就没有 进不出鱼吃了 鱼 什么是说好心好意 给我们做饭做菜 你们整个都是恩将仇报 饭菜是她做的 对啊 是我请秦莫叔叔来的 秦莫叔叔已经忙了一下午了 你请她来的 对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嗯 我不太了解情况 哦 没事 今天是我不好 我 不应该在你不在的时候 进你们家的 对不起 嗯 知道就好 我都跟你们说了 是我请秦莫叔叔来的 严老子 你给我闭嘴 你懂什么 我都懂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对 严老 不要这样 今天的确是我不对 也不能怪你的妈妈 还有周阿姨 听到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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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啊 哦 你们饿了 行 那 那你们赶紧吃饭吧 好 那大家好好吃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走了 既然来了 就留下一块吃吧 对啊 留下一块吃吧 我请你拿碗筷啊 好 谢谢 你会做西湖醋鱼啊 嗯 是我知道你喜欢吃 你怎么知道啊 严老告诉我的 行啊你 吃饭吧 好 吃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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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真的给我买了晴天柱啊 太好玩了 哎呀 别玩了先吃饭啊 来吃完饭再玩 来吃一块鱼 妈 这是齐茉叔叔专门为你做的 你为什么不吃啊 我马上吃哦 你先吃 你有没有专门为我做的菜啊 你不是喜欢吃家人吗 算你有良心 对 岩朗啊 她特别懂事 她把自己喜欢吃的菜换成了两个 你们喜欢吃的 亲家没有 下了 这些菜真的是你亲手做的 是 不是叫的外卖 没有 有问题吗 还行吧 算了 你觉得跟咱俩厨艺怎么比 这个西湖醋鱼很好吃啊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好像醋味盖过了甜味 小了一点点酸酸甜甜的感觉 西湖醋鱼讲究的是酸酸甜甜的味道 你的醋味盖过了甜味 真的是你 我就知道真的是你 秦先生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喜欢吃西湖醋鱼 而且你一尝就知道 我喜欢多放醋的那种味道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肯 不肯认我 我们能不能不谈这个 我 严肃 严肃 我忘记全世界 我都不会忘记你 秦先生 你要这样的话 就请你离开 严肃 你 我来我来啊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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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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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礼物 这么多 多啊 就是多 这谁招下的错啊 那么多好玩的 别动 严老 别动 人家的糖衣炮弹可比你厉害多了 什么意思 林乔买了一大堆玩具 就为了讨好严老 这光我们会做点饭 好像不太够 你就是要做什么呀 我就是想经营个父亲的责任 你